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我们最好是连IT男都能卖给他 我想做个现场的调研 就是说现场有做IT的吗 举一下手 只有几个 还有女性IT的 你们每天都会捣持自己吗 不会吗 看你挺会捣持自己的 那这样吧 就是我们撇开IT男了 我想知道现场有多少人 每天是好好的给自己保养一下 然后再收拾好了再出门的 举一下手 这么少吗 我感到一阵惊恐 因为我似乎从事了一个比较 行业 对 很害怕 但是呢 我今天就是来证明这一点 因为我是原来在IT行业 我做产品经理 而且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的游戏的产品经理 从传奇到搜狐到 对对对到畅游 然后 所以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要做一个用户洞察 是不是 那我通过我从业 我已经转行 从业已经11年了 我观察到 原来IT男也是喜欢美容夫妇的 今天就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是2003年 其实不精确 就是这是我当年那个 就是 对我跟各位IT男一样 原来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就是那个 这张照片应该差不多 应该是过了凌晨拍的 因为我们还在加班 服务器崩了 对吧 玩家在线上骂 然后 结果呢就是 你们知道就是 IT真的还蛮辛苦的 我真是连 一直加班 一直加班 直到有一天 然后突然就是 就是后来 整夜整夜睡不着 就是 突然就是医生 给我了一个宣判 他说你是抑郁症 你得吃药 好 怎么办 吃药 接着干 好 但是很多人会奇怪了 你IT男你怎么转行 还能做美容 其实后来是因为另外一个病 白电风 我是脸上当时也是这样子 我都把那些照片删了 我都没法面对 就是 可是呢 就是你们回想一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我抑郁症严重到了 就是我有一次想自杀 我跑到了四环边上 在那个四环桥上面 就是联想桥那边 我想跳下去 可是我内心是很平静的 因为抑郁症是一个生无可恋的病 你没有觉得自己很悲惨 或者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抑郁到那种程度 然后呢 觉得无所谓 但是得了个白电风 那医生当时 我记得他那句话 他说 哎呀 他说这个毛病吧 他说不影响身体健康的 就是难看了一点 我当时我就 不能忍了 我就 我当时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我说不干了 辞职了 我跟老板说我不干了 我回杭州了 我要去休养了 现在想想看 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抑郁症其实是很严重的 可是我却因为 白电风 他治好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后来我 明白就是 他真的那个时候 像一道闪电一样 把我生命给照亮了 那我们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先让大家来做个选择题 如果你选一个对象 你们会选 你们的 你们的 左手边还是右手边 左手边 左手边 你会 你会选左手边是吧 有人选右手边吗 举一下手 都想选 可真贪啊你 好 那其实他是同一个人 这是吴彦祖 本人 在前两天 Inz上面发的一个感慨 说我希望那些头发长回来 其实 这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道理 我是后来在一本 遗传行为学的书里面 找到了这个道理 就是说 其实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皮肤光洁 头发浓密 体味清新 看起来很漂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形象 特别 特别是 你看这样的小鲜肉的形象 又健康又年轻 年轻的body 对不对 然后呢 更容易被人选择成为配偶 选择配偶了以后 能干嘛呢 能交配 交配了以后呢 你能留下你的后代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人为什么对自己不好看这件事情 深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深深的刻在你的基因里面的 而这个基因会影响你的行为 所以我后来突然就明白了 就是电光闪电般的明白了说 我接受不了这个白电风 这么地接受不了 是因为我爱美 而且每一个人都爱美 因为这是一个生命 生命的本能 包括你看 就是我们 动物也是 求偶的时候 为什么要退毛 要换毛 要把自己弄得特别漂亮 而且男的 就是熊的 要比弄得更漂亮 就是为了 对吧 就是勾引 各种勾引 对吧 所以呢 当然也有人会说了 不会啊 我觉得那个 那个满脸雀斑 也很好看啊 对吧 有瑕疵很好看啊 当然还有女生说 我喜欢大肚子 大肚贫贫的 我喜欢秃头的 也有啊 杠筋 但是呢 其实呢 追求美不仅是一种 生命的本能 它其实也是一种 社会选择 因为呢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嘛 就是唐朝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 胖为美 对不对 唐朝的画 大家都看到 都是 都是 女胖子 对吧 这个几乎看不到 女瘦子 有的时候有的话 就是什么 帝女啊 这个下等人 对吧 而且你们还会发现 就是说 西方人 就是 古时候的话 全都是 肉乎乎的女性 就大家觉得 这个美啊 对吧 把它画下来 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 我们会发现 就是在古代啊 就大部分人 吃不饱饭 对不对 只有少数的那些 王公贵族 还有那个 氏族 甚至皇帝啊 国王公主 才能把自己 自己给喂饱 不仅喂饱 还能吃得爽 吃爽了以后 就会胖 对吧 胖了以后呢 就整天这个 闲下来 就研究研究 什么 什么 琴棋书画呀 美呀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美也会由 这个经济来 社会 或者政治来决定 其实 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你们会发现 从古至今啊 都会 就是 阶层比较低的人 会觉得阶层比较高的人 美 然后呢 落后地区呢 会觉得 发达地区的这个 审美比较好 这个潮流啊 fashion啊 对不对 包括我们 之前有很大一段时间 我们中国是 特别是东方世界 会喜欢西方世界的东西 西方的审美啊 西方的画啊 还有西方的这个潮流啊 时尚啊 fashion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最近也有些回流吧 对吧 就是我们叫 经济浪潮之后的 文化的自信 所以呢 就是 呃 包括 我还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做产品 咱们要去做这个洞察 不仅要看现在 还要去看过去 我就 翻了很多资料 发现 其实人类最早 公元 公元前五千多年 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美容 护肤 这个美 这个追求行业 这张画呢 其实就是 当时埃及的这个 女性 她们去采那个 采那个莲花 还有就是 那个散墨花 这些就是 你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们的指甲花 它捣碎了以后 它涂脸啊 嘴啊 它也会用矿石 就是比方说孔雀石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铝矿石 当然就是 埃及艳后 还有个很有名的事 它喜欢用 牛羊纸 就是牛油 羊油来涂自己 当然 涂之前呢 它要用玫瑰花 去浸泡很久 那个是 用玫瑰花浸泡过的 那个香油 所以呢 其实人类 自古以来 都是在追求美的 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是啊 就是古代的时候 我在礼记里面 翻到一句话 叫三日巨木 其间面垢 谈攀清晦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三天 又要没洗脸的话 你太脏 太脏了 你拿桃米水洗一下吧 洗一下又干净又美 这是很早地记录 这种保养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句话是 就是韩非子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它叫 故现毛墙 西施之美 无异于五面 用纸 则 粉带 则 被其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 哎呦 你觉得这个毛墙 西施美吧 对你没帮助 没用 你化妆 你好好的保养 好好的化一下妆 就是纸 则 粉带 都是保养品 都是彩妆 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 才真的变美了 是这个意思 后来引申为 临渊 宣陷于 不如退而结往 其实是一个意思 最早是这个意思 是教导 就是大家要追求美的 那也有人说了 那你刚才举的例子 肯定都是一些什么 有钱人啊 王公贵族啊 老百姓哪能追求这些 对吧 其实呢 我后来发现 我们比方说我小时候 我们八十年代 哎呦 暴露年龄啊 八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就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 也有那种国营的老厂 什么孔共春啊 还有就是谢富春 对花油 但是呢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物资真的很缺乏 都是分配的 有的时候 其实只有家庭条件 还好一点 才能分配到 那怎么办呢 我小时候有一个 很深的印象 就是杭州 咱们桂花一开就很香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外婆就会带着我们 孩子们 然后就是到那种 大的桂花树底下 然后报纸一扑 然后就拼命地摇那个树 然后用杆子打 摧残那个花 然后就把那个桂花 给打下来 接起来以后呢 就放到这个玻璃瓶里面去 然后再倒上山茶油 倒进去以后呢 白天晒也晒 晚上拿进来 差不多八到十天吧 然后就变成一罐 美美的桂花油 这个桂花油 就能拿来就是擦脸 擦头发 包括你身上肝也可以擦 而且擦完很香的 就是擦完以后会有那种 就是你擦完 自己感觉特别好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擦完以后 就是觉得自己倍儿厉害 然后过去说你闻闻 香不香 然后那个小伙伴就说 真香 所以呢就是这个画面 其实我一直很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很有画面感 那么所以到现在 我把做产品的时候 我也一直有做桂花香气的 这个产品 那我把这产品也带到了现场 你们可以试一下 是一个桂花的护手霜 你们在现场可以传一下 这是真正的 就是今年在桂花开的时候 我们采的桂花去萃出来的香味 不是那种香精合成的 来试一下 赶紧涂 对对对对 试一下 都感受到了吧 有没有觉得这个桂花季又回来了 我观察到其实 第一个香气 香气其实很容易唤醒人的一个记忆 第二个呢 大家一闻 其实我现在已经闻到你们飘上来的味道了 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好像桂花季又回到了 现在这个场地 这个空间 其实最重要的是 大部分人抹 首先是拼命抹 抹了以后呢 马上凑到鼻子上去闻一下 你们刚才是谁 我看啊 现场大部分人都刚才都是没举手的 都说 我不保养的 现在 东西放到你们手边了 然后你们就这个 就是积极起来了 是不是 这是大型争相现场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首先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 人类追求美 人人追求 因为它是生命的本能 它也是社会的一种选择 但是呢 从古至今 而且不管经济条件怎么样 都可以追求美 都会追求美 可是呢 问题来了 我还是没解答 我如何让IT男也能变美啊 对不对 也去追求美啊 所以呢 接下来我也会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呢 论证这一点 首先 我发现大部分人 不说我不追求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懒 是不是啊 都低头下去了 嗯 当然有一句话很有名啦 这个不正字名嘛 没有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对吧 所以我引用一句 没有不帅的IT男 只有懒IT男 对不对 那我自己呢 就是 发现其实这怪不了 大家 曾经有一个小姑娘 她在微博上 她给我留言 她说 她说 输 他们叫我叔叔啊 输 你觉得什么产品 能够 最快 最好的 把我脸上的痘痘治好 我跟她 回了两个字 知识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微博上 给我留成千上万的话 来问我问题 但是真的 我自己 做一个美妆的网红 要做这个行业 你看 有皮肤科的知识 营养学知识 药理学 内分泌学 内分泌也会引起痘痘的 然后还有微生物知识 你看 痘痘是 醋酸饼酸感菌引起的 对不对 心理学知识 焦虑 焦虑会导致痘痘 医学美容知识 如果你留下痘疤痘痕 你可能还要弄一下这个东西 我还真去华西学了这个知识 然后 化妆品配方 我是国家一级化妆品配方师 然后你看 方向疗法知识 我是国际方疗师 还要学点中医 跟人聊聊天 要不然的话 对吧 这个知识门槛太高了 太难了 是不是 我就是 对吧 脸上这点小问题 然后结果我要 学这么多知识 门槛太高了 那怎么办呢 而且呢 你说以前东西选择少 大家都抹大宝 对吧 钱也不多 现在又出了新问题 现在什么 进口的 国产的 什么日本韩国的 法国的 欧洲的 美国的 是吧 什么生物科技 天然有机 现在又有什么基因修复 干细胞技术 我选哪一个 对吧 商品过剩 另外一个问题 信息爆炸 你网上什么 各种平台 小红书 知乎 还有各种 对吧 百度 你搜来 搜来各种各样的知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 然后还有什么KOL 网红 还有直播 对不对 美妆博主 给你种草 你发现 就是 我没法选择了 就是 信息爆炸和物质 过于丰富了以后 人 很难选 所以变美这件事情 又变低效了 对吧 其实 这个事情呢 本质上来讲 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个职业 叫Beauty Advice BA 本来是做这个事情的 你们不管去专柜啊 或者说去 甚至有一些 做直销的 对不对 还有 他也是干这个的 甚至还有就是 比方说 小先生 老板娘 他给你讲讲这个 知识 他也是做这个事情的 对吧 本来是有这么一个职业 来帮助大家去高效的 而且他相对来说 比你可能 更了解这个东西 你可以依赖它 但是呢 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会觉得 我也不想去专柜 因为我懒 我想在家里宅着 对吧 现在人越来越宅了 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其实经历过这个 就是一路以来 我是2007年 回杭州修养的 如果你2007年 生活在杭州 其实有的时候 你逛到运河边 你会发现一家小店 进来以后呢 发现有一个BA 当然这个BA本人就是 就是也是老板了 他叫俊平 就是我本人 而且你进来 你一定会 问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脸上有啥问题啊 老板你帮我看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该用什么产品呢 我买啥呢 对不对 第三个 就是我怎么用 我买回去怎么用 我发现这三个问题 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 从古至今一直 就是包括我也是 我这十多年 我可能已经为 上千万人 去解答这个问题过了 甚至就是为了 解答这个问题 把自己都逼成了网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2010年我开了微博 这是我微博 最早的几条微博 之一 你们就会发现 我是通过 因为2010年是 移动互联网的元年 微博出来了 紧接着微信后面 也出来了 我发现很多人就开始在 移动的互联网上的产品 就是来加我们 然后他在线的 来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然后呢 我有什么 一个绝对可以回答 那就回答了 然后发现 关注的人就多起来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们到了现在 你可能是个90后95后 你已经不想去 跟人这么麻烦的去交流了 也不想看我们以前写的 常常的文章了 你可能会关注一个博主 叫俊平大魔王 然后呢 可能他每周会推出一点视频 然后你就在那儿 手机上刷刷刷刷 然后就觉得很方便 又开心又轻松 不用带着脑子 就把你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小知识 三五分钟就解决掉了 对吧 看像这条视频 其实播放 播放阅读有 有两千三百多万 有两千三百多万人看到 什么转评上也就是好多 对吧 其实很多人在看说 网红啦 直播啦 KOL啦 看到了是表面的一些东西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 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的 一个背景在那儿的 就是你看我们最早 说白了 我认为到现在 我们拍的视频都是解答那三个问题 还是在做BA 只是口对口 一对一 变成了在线的 一对多 一对万 甚至一对百万 一对千万 这种量级 对吧 这是技术变化带来的 所以要感谢IT男 对吧 要感谢IT男 好 那 可是呢 到这里 IT男自己能不能变美了 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你看 是不是 我觉得是可以的 比方说 我们公司有一位爱美的刘博士 他是 原来是微信团队的 整个大数据和AI的总构架师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CTO 我刚把他挖过来 他跟我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 我发现他刚来有 我说你这个满脸的大油光 对吧 大油甜 然后还从事还掉皮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丢给他一瓶洗面奶 一瓶这个花露 我说你回家就是 也别折腾复杂的 把脸洗干净 然后稍微拍一拍 爽爽敷 他回去洗面奶用了 后来呢 他跟我说 这个你那个爽敷水 我用不起来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诀窍 就是 如果你想要让一个 不喜欢吃水果的人吃水果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你给他切好了 放到他的手边 所以呢 我就在他的办公桌上 用包围式的放了好几瓶喷雾 然后呢 我还跟他说 你要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 要不然的话你以后做技术 这个框架的时候 会出叉子的 他就说 那我试试吧 他试试 过了一阵子 我发现他没事 那个键盘 机械键盘 卡卡卡卡卡卡 挑一代代码 然后呢 紧接着就 噴两下 他说 他说 俊平你说 这个喷和不喷 确实是不一样 喷了以后 脸上 好像是舒服一点的 这解决了 是不是 但是我只解决了他一个人 对吧 所以呢 我后来发现了 其实早在 很多年前 我们组了一个 工程师团队 这是我们最初的团队 叫小福科技 他们都有硬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AI算法工程师 还有皮肤科医生 大家一起在工作 当然现在已经 40多个人了 大家肯定会觉得 很奇怪啊 你一家化妆品 做化妆品的公司 你养这么多工程师 干嘛 你养得起啊 很贵的 其实我说实话 还真的挺贵的 贵到 我把房子都卖了 贵到 把自己逼成了一个网红 在网上卖化妆品 开 上淘宝卖化妆品 都卖 卖卖好几个亿 对吧 就为了养他们 那 我们呢 通过这些人 做了一套系统 也是基于一个思考 我就觉得可能 第一个 就是 所有人不可能 全靠我 我们做内容 做 所谓的在线一对一 这是现在的情况 那以后我们 现在已经有什么 AI技术 对吧 还有各种 VI Data 各种技术 包括我们还用 微软的技术 对吧 对 我们采购了你们的 对吧 Circle Server 然后呢 用这些技术 我们可以去打造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AI技术呢 去解决第一个问题 我皮肤到底 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这整套系统是我们 打造的 而且我们是全球 首个商用的 AI皮肤检测仪 现在已经大规模出货了 全球范围内 而且呢 我们还在打造一个 在线的 基于AI技术 还有基于各种 反正你们懂吧 就是 就是现在最夯的 那些技术 反正都要用到 反正人工智能啦 鱼翼啦 还有 还有包括 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啦 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 在线的 BA系统 它去学习人的知识 然后提供 在线的 BA的服务 那么这样呢 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记得我刚才说的诀窍吗 如果你要让一个人 吃水果 你就切好了 放在他身边 如果你希望 每个人都追求美 你就造一个 无处不在的 永远在线的 而且呢 没有什么成本的 BA 去服务每一个人 那这就是我们 希望未来能做到的 你们想象有一天 你早上起来 你家里有这么一个镜子 你刷着牙说 哎 这个 今天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然后那镜子说 大宝贝 我跟你说 你今天特别帅 特别美 但是 你处理一下 昨天因为熬夜 造成的这个毛囊炎 那你就绝对是最帅的了 要不要我帮你订一个 西草面膜呀 你说好吧 好 确认 你到了公司 你发现你同事 已经帮你签收了 对不对 然后晚上洗滋滋的 就拿起来就孵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想象的未来 所以呢 也是我们希望能做的事情 就是用技术 为每一个人带来健康的美 这也是公司的使命 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使命 我觉得这可能是 老天爷安排我的一个任务 所以才让我转行到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 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我认为 每一个人 都会追求美 因为 这是生命的本能 这是社会的选择 这也是 从古至今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下 人都会追求的东西 而我们能够通过技术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为每一个人 带来健康的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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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